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妈妈老师音乐教室 今天我们要学习钢琴预备课的第三课,音符 小朋友们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学的什么吗? Sonia说,音高 音高,对,那有哪几个音呢? 音高呢? Mia说,七个 哪七个呢? Do, Re, Mi, Fa, Sol, La, Ti 很好,Do, Re, Mi, Fa, Sol, La, Ti 那我们今天就要学习这些音在书上是怎么写下来的 因为我们弹琴的时候是要看着书弹,看着五线谱,对不对? 好,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不是坐在地上了 好,我们来到了我们的书桌旁边,那请小朋友们都坐好 每人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还有一把尺子 首先我要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大家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呀?你们觉得? 音乐老师 这是什么? 一,二,三,四,五,五 有五根线,是不是? 嗯 对,这个呢,在音乐里面叫做五线谱 大家跟我念一下 五线谱 对,那刚才呢,Mia是从上往下数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应该是从下往上数 我们要数一,二,三,四,五 这样的五根线 然后呢,那五根线,每根线之间 它是不是有一个空格呀? 是不是? 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尖 好像一个小房间一样 那这是第几个房间呢? 说吧 第一个 第一个房间 那这又是第几个房间呢? 第二个 第二个房间 啊,这是第几个房间呢? 第三个 第三个,这又是第几个呢? 第四个 第四个,很好 所以五线谱一共有? 几根线? 五 五根线 有几个尖呢? 四 四个尖 很好 那你看看,我们把小手伸出来 把你们的小手伸出来 然后呢,把你们的大拇指啊,放平 这样像不像是五根线 然后有四个尖 像不像? 来,你们用另一只手 来点一下 我说第一线 点到第一线 好,第二线 第三线 第四线 然后第五线 对,那么第一尖呢? 在这儿,是不是? 第一尖 在第一根线和第二线当中 第二尖 第三尖 第三尖 还有第四尖 对,这个尖 好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学又是线又是尖呢? 因为我们之前学的那些音高啊,把它画成音符 都是要画在这个线和这个尖上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那些音在五线谱上是什么位置 好不好? 首先,我们先画一个光头 在哪里画呢? 在第一根线的下面加一根线 然后画一个光头 然后呢,我因为有下面加了一根线 和这个第一根线之间就有空间了 所以我挨着第一根线呢,再画一个光头 然后在第一根线上再画一个光头 然后在第一尖上画一个光头 然后在第二线上画一个光头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五个音 好,那小朋友们因为你们的谱子上 你们的纸上什么都没有 所以首先你们先画五根线 拿出你们的纸和尺子 画五根线 好,这是五根线,对不对? 好,那么现在在第一根线的下面加一根线 看,Alicia你看,我在第一根线的下面加了一根线 然后画一个光头 知道哪里是第一根线吗? 拿好笔 第一根线的下面,不要太靠前啊 因为待会我们还要加一个东西 第一根线的下面加一根线 然后画一个光头 这样子 好不好? 你来画 我来trace 好的,你trace一下我的也可以 对 那你们知道你们画的这个音是什么吗? 我们一起来唱一下 这个音就是都 这个音就是都 好,那么都在这儿,re在哪儿呢? 你知道为什么妈妈帮我妈? 因为我想 re在哪儿呢? re就是比都要高一点,对不对? 所以re就是在都的上面一点点 在这个下面加的一根线和第一根线的当中 它是挨着第一根线的 所以我们来画一个re re在哪儿呢? re就是在这儿,贴着第一根线的下面 好像那个吊灯一样,顶灯,吸在这个 好,这是什么音啊?re 对了,好的 那我们第三个音呢是me me在哪儿?me又比re要高了是不是? me比re还要高 所以me画在第一根线上 好,你来trace一下 你这样子吗? 对 好的 那么me后面是什么音? 你们能告诉我吗? 说 fa fa很好 fa 那么你们觉得fa在什么位置? fa比me高一点点,对不对? 所以me在线上的话呢 fa就在这个肩上 在第一根线和第二根线的当中 在肩上 所以fa在哪儿呢? fa就在这个房间里 我会算很大的工作 这就是fa 好 然后 最后我们要学的一个音是sou 这个sou在哪儿啊? 比fa高一点点 在第二根线上 它是穿过第二根线 好像像烤肉一样 这根竹签穿过的这一块肉 这是sou 所以呢,sou在哪儿? sou在第二根线上 我们一起唱一下sou sou sou 那么长 好 好的 这是我们学的五个音 但是啊 如果你们以后看钢琴谱的话 会发现 每一次的钢琴谱前面 还有一个这个东西 它不是单单的就是五个线 然后上面有音符 它前面啊 还会要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叫什么呢? 叫高音普号 跟我念一遍 高音普号 对 有了它 这些音才能够叫do re mi fa so 如果没有它的话 这些音不是音 不知道是什么音 所以请你们现在在你们的五线谱前面 加上一个高音普号 那怎么画呢? 我来教你们一起画 好不好? 好 从第二根线开始 然后往上画个圆 到第三根线结束下来 然后往下画圆 碰到第一根线就往上了 然后呢 继续往上穿过第五根线 绕回来 穿过第一根线 画个弯弯的 好 你们试试看啊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我也再带你们画一遍 好不好? 看我再画一遍啊 从我在这儿画吧 从第二根线开始 到第三根线 然后呢 穿过第五根线 下来 这样子 这就叫做高音普号 好 有了这个高音普号了以后 这几个音就存在了 就有意义了 那我们再来唱一下 这五个音叫什么音呀 嗯 可以一起来唱一遍吗 这五个音是 DON RE MI FA SO 很好 后面的LATI DO 我们今天先不学 因为在我们学钢琴的最初的阶段 第一本书里面 只用到了这五个音 所以呢 小朋友们只要先把这五个音记住 那么 妈妈们呢 在学完这一课以后 我建议每一个妈妈 给每个小朋友做一下这样的卡片 一张卡片上是一个音符 加一个高音普号 那比方说这个音符是什么音啊 你们知道吗 嗯 这什么音啊 说吧 就是说出声音大声说 DON DON 好的 那么 这是一个 这是什么 RE 好 然后呢 MI 对 然后呢 然后呢 SO 很好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学的五个音 没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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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么 学完了这五个音以后啊 当你做完这卡片了之后呢 把它打乱 顺序 因为刚才我们都是按顺序的 DORRE MI FASO DORRE MI FASO 那小朋友们可聪明了 他们会记住 他们会背出来 但是不一定他真正的认识了这个音 所以我们把它的顺序打乱 我们可以这样 来小朋友们看看 这是什么音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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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这是什么音 DOR MI MI 好的 这是什么音 RE 好的 你可以看那里 然后呢 DOR 好的 然后呢 FA 非常好 对你们都 因为你们已经学过了 所以你们认得很快啊 这是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呢 当你把顺序打乱了以后 把这些卡片放在桌上 拿了你的纸 然后呢 请小朋友们把它按照顺序摆好 好 我们现在请老二 Sonia 你来帮我们摆一下按照顺序 摆在当中 这是什么音 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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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现在要找什么 RE 好的 MI FA SO 对很好 这样呢 就说明她是真正的认识了这些音了 DOR MI FASO 五个音 可以拿来你的纸 可是呢 她也可以看音高啊 对 但是她是在混乱的情况下看的 她还是要去辨别她的高度的 所以这也是一种学习的方法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要到这儿了 希望小朋友们在家里呢 可以把这五个音练熟 下次我们上课的时候 随便抽出来哪个音 都能够很快的就说出来 好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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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ward andro